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的是悬赏金看着比较诱人 一百万呢 几乎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任务 顺便打听一下 万一遇到了 那就是白送的一百万 谁不想要呢 图家五兄弟 你们都过来一下 此时白令长走了出来 朝着所有的赏金猎人说道 很快人群中走出了五个人 跟着白令长去了赏金猎手大厅后面 桌子上摆着一张张的文件 五人纷纷拿了起来 看着看着 他们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令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令长翘着二郎腿 语气中带着玩味 如果这些事情都被传出去 你们在聚落里面 还有落脚之地吗 文件上记载的内容 让他们五人胆战心惊 因为这些年来 他们抢夺其他赏金猎人 悬赏金的事情 都被明明白白地记载在这里 令长 整个聚落 又不是我们一家在做 您干嘛 非要跟我们过不去呢 图大抱怨着问道 难道是我们之前 给您的分层不够吗 他们抢夺了悬赏金 总会用各种理由 给白令长送一些钱财过来 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只是一直没有说破罢了 而今天 白令长将事情说破 难道是要准备撕破了脸皮吗 哈哈 头大你是个聪明人 我也不拐弯抹角 我有一件事 需要你们去做 白令长用叫人窒息的语气说道 当然 你们进入这房间的时候 就已经没得选择了 要么为我办事拿钱发财 要么死 图家五兄弟都默默不语 令长 办什么事情您说 以后我们全听您安排 然后白令长 把一张纸给了他们 阴冷的说道 去吧 等我的消息便是 驼峰商队据点 这地方还是不错 距离市中心的位置算不得太远 不过却十分僻静 堂堂家的 我还有一个疑问 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 范贤看着唐冰问道 只要我知道的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见 范贤理了一下思路 我呢 是从你们口中得知 所谓的地表人国家走出来的 可是在我们那里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像聚落 鼓者这样的人存在 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踪迹啊 这是范贤最无法理解的 世界如此之大 可是在范贤看来 聚落的这些人 完全有能力 进入到南静 北齐这些国都之中 那里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可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鼓舞者过去 他们没有能力去吗 范贤觉得不是 唐冰说道 两个世界中的人 还是互有往来的 不过这些年呢 因为人工智能的崛起啊 往来才逐渐变小了 我知道一些秘文 说是在南静啊 也有地表人的家族 他们就掌握着来这里的密道 只是规则所在 他们被限制 永远不可以说出 否则的话 就会有灭顶之灾 其实在我们这边的世界啊 也是一样不能随便去到地表的世界 否则呢会遭到强者的追杀 不死不休的那种啊 范贤一阵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设定 范贤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愣了一下 又问道 那追杀泄密者 谁派出的杀手啊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很久以前 听说是人类联盟吧 不过后来人类联盟 似乎处在停止运营的状态 听说是一些大的神庙会 所以啊 其实我们人类 还是有一些极为强的力量 在做着统一调度 只有是统一调度 统一指挥 人类啊 才能取得成功 可是 面对人工智能的入侵 却没有人站出来 而是各个神庙独自为战 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迟早有一天会败亡下来 两人议论着 讨论着 商量着 各自都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念头 不过 在此刻 都被打断了 当家的 吕侯前来拜会 有人过来报信说 吕侯 范贤皱了皱眉头 唐斌也皱了皱眉头 他 来做什么 他是谁啊 范贤问道 聚落的大世家之一 因为是月牙城主的坚定支持者 不过呢 我们素来与他没有什么交集 他今天过来 做什么呢 很快 就见到了吕侯 是个秃头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总是眯着 小眼睛的人 诡计也多 吕侯 有话直说吧 究竟什么事情 若是我能答应的 一定尽量答应 唐斌并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直接问道 吕侯 竖起大拇指 好 爽快 那我就直说了啊 听说 唐当家这次出去 新收了一名 异能场姑娘 听说唐当家的 愿意割爱 滚 这件事 没得谈 唐斌 没等他说完 直接怒斥送客 吕侯也是被骂晕了 竟然反应了几秒 才明白过来 顿时脸色就拉了下来 哼 不知好歹 真是给你脸不要脸 你给我等着敲 说吧 甩手离开 原本以为清静了 可是没过多久 又有人过来拜会 这次是李家的人 还是为了 异能者的事情过来 直接打发走了 没过多久 又有人来了 这次是王家的人 就这样 一直忙到晚上 范贤 也是被震惊住了 异能者 这么受欢迎的吗 唐斌 也无语的道 哎 原本异能者呀 只有神庙才存在的 而且 即便是在神庙 他们的数量 也是极其稀少 更别说在外面了 后来 陆续出现神庙被攻破 异能者呀 从外面逃出来 外面世界的异能者 才多了起来 可是相对而言 异能者的数量呀 还是太少了 就城主月牙来说 他就是异能者 才有了一群追随者 成为一方的霸主 夜 很深 在聚落城市 总有一些法外之地 在那里的人 你永远不会想和他们打交道 黑帮流浪无者 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双木会的大本营 就是在这里 二木回来了 在高座之上是一木 他才是双木会的老大 你真是糊涂 愚蠢 连出去收个保护费都做不到 以后咱们帮会发展壮大了 我还能依靠你吗 一木正骂的带劲 此时白令长来了 一木头领 不要动怒 我来呢 是有一桩生意 要和你谈的 官匪勾结 对于黑帮来说 从来都是利大于弊 白令长代表官 而双木会代表匪 白令长开口道 一木头领 二木头领 这些年啊 你们与詹姆斯的斗争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只是不知道 今天这么一闹 你们的损失可不小呀 有没有想过 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这正是一木所苦恼的事情 今天这么一闹 别的事情不敢说 就是管理者宋波那边 肯定是得罪的死死的 日后肯定会遭遇更多的打压 还请白老兄指出一条名路 我双木会日后呀 定当为白令长 马首是瞻 在聚落 有很多传闻 当然就包括了白令长 想要尚未做城主的事情 因此一木判断 白令长来寻自己 必定是想要拉拢自己 白令长点了点酒水 在桌子上 写下了一行字 这活我接了 沉默了许久 一木不再犹豫 答应了下来 虽然唐兵 已经在悬赏令所 发布了任务 可是范贤五主子院 还是闲不住 他们准备去 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 再打听一下消息 临走之时 有人带回了银行的消息 当家的 刚刚我去银行看了 不知何过 今天银行还会再访假 看来只能等到明天了 唐兵也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明天再过去存钱吧 今天我会去商会商量事情 你们要看好家 随后唐兵也出了门 范贤五主子院 则是沿着昨天规划好的线路 沿途打听消息 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这城市的早上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五味杂陈 什么样的人都有 什么样的事情也都在发生 街上的行人很多 来来往往 忽然 范贤感觉被人碰了一下 可是回头 却找不到是谁 莫名其妙呀 范贤感叹了一句 可是他在看自己衣兜里的时候 却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张纸条 顺手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一句话 欲知苦河下落 来南平街32号 毕竟他们在街上 这么大张旗鼓地寻找苦河 别人不知道才奇怪 去 还是不去 范贤回头看着五竹 看着紫苑 他觉得应该去 无论消息是真是假 但总是多了一线的希望 说 你看好紫苑姑娘 我去见个人 他将那紫条 递给五竹 五竹眉头一皱 会不会是陷阱呢 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 紫苑就拜托你了 确定要去 范贤便去了 南平街 只是聚落城市 靠近南边的一座街道 没多久 范贤便找到了32号 这是个酒吧 看守大门的是一个机器人和人类 实力都不错 都有八品的水平 找谁 范贤无语 不是你们这里约我来的吗 怎么还问我找谁 不应该是谁找我吗 他将纸条递给两人 你们这里的人约我来的 你们不知道吗 哈哈 每天得有几十号 用这种借口 想要进去蹭酒喝 你这种人见多了 自己滚吧 爷爷今天心情好呀 不与你计较 下一刻 范贤就直接先发制人 将两人料到 闯了进去 果然是酒吧 里面喝酒的人 还真不少 可是范贤不明白呀 你开着门做生意 我进来 你阻挡我做什么呢 往里面走 他才明白 因为里面 有人在等他 公子 请跟我这边来 那人直接引着范贤 到了二楼 进入了房间之中 这房间倒也有几分独特 座椅上那个人的背后 挂着一排排的画像 都叼着烟的 像极了黑手党的人 座椅上那人转过来 范贤 着实被他吓了一跳 黑人 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黑人呀 冒昧的将公子请来 又在门口测试公子 实在抱歉 还好那黑人 操着一口标准的汉语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詹姆斯 是这酒吧的老板 说正事 你穿过纸条 说知道苦河的下落 还请告知 别的事情 咱也不想扯太远了 直接说重点 嗯 我的确收到一些线吧 不过公子 我们是否应该 相互认识一下 比如 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 范贤 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后 刻意的顿了顿 果然 詹姆斯面露惊恐之色 就是跟令牌持有者范贤 同名同姓 需要学给你看吗 范贤补充道 詹姆斯这才输了口气 还以为我捡到宝了 原来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原来是范贤公子呀 范贤很想吐槽 你詹姆斯这个名字就不凑巧吗 那现在可以说了吗 詹姆斯深深的点点头 范贤公子 今天请你来 其实也是想和你合作 也是想请你帮个 范贤打断了他 交易 我懂 苦贺的消息对我来说很重要 什么条件 你随便提 世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 别人凭什么愿意提供消息给你 当然是利益 能够从你这里得到多少利益 好 是这样的 我与双木会为了水源争夺了很多年 这些年来呢 一直都不相上下 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是酒吧 来的人呢 都是为了喝酒 当然要酿酒 就要有水源 如果水源减少的话 我们就会面临着 范贤打断了他 我们两人只是交易 不会牵扯到其他方面 你只需要告诉我 我需要做什么 是帮你杀了双木会的头领吗 还是怎么样啊 为了换取苦河的消息 范贤才会答应来这里 至于他与别人的恩怨如何 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 如果有必要 范贤也不介意杀人 只要能够找回来苦河 詹姆斯也是一愣 是我说多了 范贤公子是性情重人 我先告诉你自己掌握的消息 相信你不会失言 我的人呢 在六天前 解杀了一个 从荒城逃离出来的机器人 从情报中来看 荒城机器人 抓了一个僧侣 跟你描述的苦河呀 很像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